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朋友 我是小碗的朋友郑云野诚 其实最近就是大型的都一直待在恒店 就是也算是恒店的就是大零酒户 在这边快乐户了 那你觉得就是在恒店的就是剧组的伙食怎么样 金庄城剧组这个饭是真不错 因为它有五十个菜 有菜 有素的 有肉 营养搭配特别好 没有就会比如说开小灶之类的 就给你积极就觉得哪家特别好吃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 叫一 你可以点它的有一个鸡翅 炸鸡翅 这个鸡翅有一个别名叫做德华鸡翅 特别特别好吃 对 每当我那个就是可能累了之后 比如说我在拍戏 我就会让我的助理 就出去帮我把这个买回来 咽口水了 咽了口水 这位男演员就是在食量上就是最大的 吃饱为止 就不会在意就是说 吃好为主 不会在意这些吗 也在意 其实也在意 这个就看镜子吧 今天这镜子给我展现的还还不错 那就多吃一点 太满意吧 今天其实说实话有点真的不满意 最近吃点多 不好意思 你还要腹肌吗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一一一一可以看到那个曾经的形状 吃过一次中午饭之后 你就能感觉到 哇 真的是非常的 踏实的 哈哈哈哈 曾经的美好还留在记忆里 今天男演员就完美身材必备的三要素 有什么呀 粉底高光和一一 哈哈哈哈 搞错了 再来是这样的就是 健身呢它是要把你这个肌肉线条练出来嘛 但是其实你很多时候拍戏的时候 比方光一打 可能就打没了 不用找很多借口 其实人家 整段垮掉 别人心想现在正在热夜嘛 现在也正在拍镜商城嘛 你觉得就是常拍古装的话 就最开心和最不爽的电视呢 最开心的话就是飞来飞去吧 别飞的碰鸡体验 哈哈哈哈 最不爽的话就是天气了 就是真的太热了 就每天就是透得很 你经常用原生的演义是什么原因啊 呃 你要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回答呢 能播的 都能播反正 真实的原因 真实的原因是 我是演员嘛 那我就要把演员这个 所有的工作都做到位嘛 对这个职业的一种认知吧算是 对 就比如说很羞耻的台词里配音的时候会 也会笑出来 自己会觉得很害羞 会相当害羞 难以歧视 哈哈哈哈 难以歧视 哎 你念一些情景 也是有一些比较羞耻的情景 然后你来进行你的反应 情景一 管家匆忙的跑进你的书房 对你说 少爷 夫人又带着小少爷跑了 你生气的拍桌而起 说 啥 哈哈哈哈 原版他们说的是 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很好奇有原因来演员一下这 啥 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这是地主家的傻儿子类似这种 哈哈哈哈 第二个情景 当大家都在找你要亲眼时 你却对人群中的她动了心 装作不经意的看了她几眼后 是因为她欠了你钱是吗 不是这样东西的吗 哈哈哈哈 地主家的傻儿子 第三个情景 女人愤怒的跑到你面前 拽着你的衣领说 你不是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吗 你甩开她的手道 你不是一个人吗 你还能是 什么 小动物吗 哈哈 哈哈 其实想让你说一下就比如这一句就是 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啊 就是有这种坏坏的感情 不要杀儿子 拿走 拿走 不是爱我一个人吗 然后怎么样 卖掉了 不好意思 你儿子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哇 你平常会不会经常看自己的微博评论和私信 还冲网水 会会 我算是潜你的话 潜水 在那边网你的 没那么浪但是你再浪你 你有发现自己就是 其实很有狗 算是野鬼难寒 我是一个有意思的灵魂 外表只是我所有优点那种最差的一点 哈哈哈哈 好酷 那我们给你今天来个呆压挑战 你来接一下下半句 好 第一句话就是 盛世美颜靠的沙 人的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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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KPR有了 全屏沙丫 哈哈哈 这能接 是真的能接 第二个大城大城你真棒 不看离人不下炕 忽如一夜缺要来 来什么 忽如一夜缺要来 忽如一夜缺要来 当心月桂坟头在 当心月桂美 有一个桥段就是女主在 你叫初月是吧 好明年就在你坟头中科月桂 原来想半天是为了宣传宣传剧 最后一个 欲罢 薛耀 笔仙子 落入人间很好奇 薛耀给大家认为是 最直男的男主之一 你自己没有觉得直男其实 是别人说你才觉得 其实也有觉得 薛耀可能他更大男子主义一点 他的情绪会比较激动 有点像 叫哥哥 你有冲啊 刷到大家给你制作这个表情包 我看到那个很有意思 前面一张图是我的那个截图 喊我 叫哥哥 然后后面出来一个张飞那个图 大家都希望薛耀后面少瘧气多发糖 如果作为本尊的话 你是想说回复什么 糖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发挥到极致 当你喝了中药 你再吃块糖 很有质疑的感觉 我想让你教一下拽扇 教一下拽扇 看你拽扇的特别量 食指跟大拇指 然后这里是固定 中指是固定 食指跟大拇指两边对推 我吃可能是 那可能是换一下 一二三 好 差不多了 挺帅的 整个扇鼓这里 然后 三二一 做 yes we are the chanting and free